得知范贤在雪谷被伏击后 肺戒气冲冲地来找陈平平 质问 为何没有提前给范贤预警 那可是足以灭掉九品巅峰的弓箭部队 要不是社局之人 不知道范贤真气已经恢复 要不是范贤的武功路数 可以飞檐走壁 那么这就是一场必杀之局 陈平平指挥了一句 我相信范贤 随后解释 人人都说我 陈平平是庆帝身边的一条老狗 但其实秦老爷子 才是庆帝身边最忠实的狗 不但武力是九品巅峰战力 而且掌握军部的疏密院 统筹指挥庆国最重要的谍战网络 其战略眼光和长远谋划非常人所及 如果提前预警 多多少少都会有所防备 肯定会引起秦夜的警觉 一旦秦夜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以秦夜生性多疑的警觉性 势必就撤回伏击 而且如果不让狗主人最喜爱的儿子 留点血受点伤 怎么能让狗主人舍得打狗 陈平平很是期待 庆帝面对如此局面 一边是最喜欢的儿子 差点生死盗消 一边是最忠实的属下布局伏击 该如何抉择 废戒思考片刻 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废戒提醒陈平平 就算你掩藏得足够深 毕竟牵涉了太多人进来 而且陛下并非愚钝之人 相反陛下的睿智 你我都最清楚 一旦是成 陛下就会变成孤家寡人 时候总会怀疑到你身上来 陈平平称他从未怀疑过 陛下最后能胜出 而且最后必然会怀疑到他身上 他虽然能猜头 陛下90%的意图 却依然有10%触及不到 所以陈平平选择割裂 不如此 不足以影响庆帝的推算 只有割裂 才会等陈平平死后 影响不到那个孩子 在庆帝心中的分量 废戒先是不解 随后是豁然 废戒比谁都清楚 陈平平身体上本身的残缺 再加上操劳过度 哪怕每日锻炼增强体魄 也没有两年生命了 废戒知道 陈平平想在最后的两年里 完成心中的那件事 陈平平明显在加快了布局速度 为此甚至把自己作为棋子 步入局中 废戒问出了最为担心的问题 假如万一陛下败了怎么办 陛下毕竟是范贤的老子 如果陛下胜了 作为孤臣的范贤 自然无事 可一旦是长公主李云锐 扶持两位皇子 其中之一得了天下 哪怕范贤想快快乐乐地死 估计都没办法死得好看吧 陈平平握了握手中的谭力气 笑了笑说道 不要低估了你的徒弟范贤 也不要高看了长公主李云锐 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死 就凭李云锐那个疯丫头那点伎俩 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夺取天下 范贤将自己的弟弟范思哲 送往北齐 把妹妹范若若 送给苦河当徒弟 私底下又和北齐皇室有商贸往来 不就是在为自己准备好后路吗 范贤那小子的心思 瞒得过天下人 难道还能瞒住我 这小家伙 其实比朝中任何人想得足够远 后路安排得比所有人都踏实 就算日后他和陛下闹僵了 这天下依然有他立足之地 这天下依旧会因他而改变 费界有些吃惊 陈平平之言语 范贤之所为 皆等同于叛国 陈平平讥笑道 国将不国 何来叛国 而且从那孩子的所作所为 对于现在的天下颇有怨言 如果将来真的大乱 范贤真的投奔了北齐 就凭长公主和秦家 能把北齐给灭了吗 这世上能把北齐灭得只有陛下 而且还要等苦和死去后 如果范贤去了北齐 又带去了北齐皇室 寄予很久的江南跨越时代的技术革新 想来哪怕引起国战 北齐那边都会力保留住范贤 这天下大事 最后必然会倾向北齐 费界疑惑 北齐那边会安心接受范贤吗 陈平平称 北齐的那个太后 时日也无多了 而且苦和最得意的两名弟子 都投效了小皇帝一方 可见苦和在帝后之中 选择了更加年轻的小皇帝 再过几年 小皇帝便会掌握大权 不知你发现没有 那位小皇帝 不知为何对于范贤的信任超乎寻常 哪怕藏在江南太平前 装半个国库的银钱 都任由范贤调用 实在是想不通 更加重要的是 不要忽略了那个叫海棠的圣女 范贤费了那么大力气 在这个样貌并不出众的村姑身上 要说范贤没有点阴谋在里面 说出去 我都不会相信 不知你发觉没有 范贤在江南的所作所为 虽然细节上还有所欠缺 但是在大局的规划上 已经跳脱世俗之外 在京都闹来闹去 哪怕腥风血雨 也仅仅是异国之士 而范贤的眼光 已经放眼天下 仅凭这一点 就甩了李云锐那个风鸭头两层楼 越发接近陛下放眼天下的大局观了 费界听陈平平夸奖范贤 也甚是高兴 只是突然反应过来 今天是来质问陈平平 为何没有提前给范贤预警 只想问关于山谷伏击的问题 怎么就扯到天下大事了 不由佩服这个老狐狸甩锅的本事 越发成熟了 陈平平继续岔开话题 让费界这时候 最好去看看范贤的伤势 既然是已成定局 要放眼未来 而不是在这里发牢骚 费界气愤起身准备离开 陈平平突然叫住费界 让费界带话给范贤 告诉范贤 不要想着逃离庆国 至少在我陈平平还没死之前 只是费界走后没有发现 陈平平脸上的死质越发重了 血骨刺杀后的第五日 范贤终究还是来到了陈元 虽然范贤对范贤说过 自己对于陈平平是无条件的信任 但是连续被陈平平阴了三次 而且每次都差点生死盗消 难免心中有点怨气 却不料刚见面陈平平 就给范贤送上了轮椅 毕竟你身有重病 该做还是要做 范贤走向自己的轮椅说道 我三次坐轮椅 一次是被督察员百官联名上书 弹劾贪赃王法 为了拖延上朝自变的时间 以真气紊乱为由装病在家 第二次坐轮椅 是拜陈院长所赐玄空庙那场刺杀 虽然赢得了陛下绝对信任 但是那次是自己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影子那把短刃不但刺中了心脉 而且还带有剧毒 哪怕自己动用了超越时代的外科手术 最终自己的真气消失殆尽 但终究还是有点好处 我多少还能接受 那么这一次坐上轮椅 你准该给我个解释 陈平平解释 玄空庙那场确实是个意外 至于这一次山谷的伏击 如果我说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估计你也不信 我又不是一个傻子 既然是布局 总要能掌握大局的走向 当时就连手撑车弩都用上了 你随时可能丧命 你认为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 范贤面对这位老人难得的讥讽道 您当然不愚蠢 我只是怕你有时聪明过了头 对我的信心太过自信了点 陈平平面对范贤的讥讽 倒是没有生气微笑着回答 对你有信心难道不好吗 这天底下对你隐藏的实力最为了解的 说我气谁啊 天下人都知道你是一个高手 但是还有人知道你能高到什么高度 尤其不知道你究竟有多少保命的手段 而我陈平平不一样 我知道你掩藏的所有一切 范贤阴瑟瑟的说道 老匹夫啊那可是伏击 对方是成剑制的军队 有两百多把复合弓 这种骑射的阵仗 都可以去射杀东夷城那个四股剑了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我扛不住这漫天的剑语 陈平平淡淡的说道 如果四股剑那么好杀 那么很多事情就简单多了 范贤难得在陈平平面前发火 你不蠢难道是我蠢 我再不济也是检察院提思 你以为这几天我躺在床上 啥事也没干嘛 如果没有检察院 有意掩盖信息 那些守城车弩 能够冠冕堂皇地运入京都侠内 如果院里没有案子 和那些人暗通款取 这么大的军队调动 能瞒过检察院的耳目 陈平平继续解释 可能是京都守备那边出了问题呢 范贤盯着眼前这个永远看不透的老人 京都守备的手再长 也伸不到检察院的决策层 就算军方可以推测出我回京的路线 为什么黑棋刚刚离开没多久 我就惨遭埋伏 陈平平称 对方既然想要杀你 自然经过多般谋划 如果就连这点细枝末节都掌握不到 和谭氏精心布局 范贤继续说出心中所想 就算山谷里的埋伏 不是检察院里的内鬼 暗中帮了一手 但是你依然逃不了有纵容的嫌疑 你是谁 天下公认的暗夜之王 天下能有多少是能真正瞒得住你 况且 这次伏击还是在你的眼皮底下 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说给鬼连鬼都不会信 难道你也觉得 我想要争夺你院长的位置 要知道 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进这个院子的 要不我才懒得进来 陈平平缓缓说道 院里的人不要继续查了 没有内奸 我也承认 这次山谷的伏击 我暗中有推波助澜 院子里的内鬼传出去的消息 也是我故意让他放出去的 至于这个内鬼是谁 先不要问我 以后自然就明白了 范贤平静地拒绝 我不想明白 我只是想知道 究竟是谁要我死 院中的那个双面间谍 究竟是谁 陈平平称 京都想要你死的人一抓一大把 但是这个人隐藏的足够深 你没有证据 也奈何不了他 不要看我 我也不可能把那个内鬼交出去 哪怕是有证据 也不可能交出去 一来会引起陛下的猜忌 二来这时候交出去太早 对大事的影响很小 希望你能隐忍一点 不要坏了大局 这些话隐藏的信息很多 足够范贤推测一段时间 这就是陈平平对待范贤的态度 永远不会告诉范贤真相 这是培养范贤的逻辑推理能力 但是这次范贤没有过多推测 直接问到了事件的核心 我就是想要知道 是谁想杀我 陈平平知道 范贤是想要打破砂钩问到底 淡淡地说是秦家 只是这次就算你入宫 面对庆地常跪不起都没有用 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秦业又没有杀你的动机 这时候我更不可能把那个案子交出来 给你当证据 哪怕陛下因为你的事情 记恨秦家 陛下在未完成那件事情之前 只要不是谋逆之罪 都不会轻易懂秦家 最多就是训斥降绝罚俸禄 范贤倒是一脸的平静 陈平平难得的好奇 你一点都不惊讶 范贤微笑着说 你我都是聪明之人 既然此次你不是故意 针对我不局 那么定然是想要拉人下水 如今这朝廷中 还没有被你拉下水的重要势力 也只有军方的秦家了 只是我很是疑惑 你托秦家入局想来 到必要的时候 你会让陛下无意间察觉 但是去年的一年里 您坐镇京都 我下放江南 两人无意识地南北联手 硬生生逼着太子李承前 二皇子李承泽 长公主李云锐 差点狗急跳墙 如今他们还没有跳 你又把秦家推向了 长公主一方 是你小缺了李云锐的能力 还是对陛下信心太足 在庆历六年春 至庆历六年冬的一年里 陈平平坐镇京都 范贤下放江南 两人事先没有经过任何谋划 却心照不宣南北呼应 硬生生逼着太子李承前 二皇子李承泽 长公主李云锐差点狗急跳墙 太子想要跳墙 是因为范贤在江南打的那场官司 使得嫡长子在遗嘱面前 失去了先天的继承权 让本就示弱的太子 更加雪上加霜 李云锐是因为内裤被夺 三大房被收复 暗中请去的叶刘云 并没有杀掉范贤 老二则是因为 哪怕断了明家后路为要挟 也没有阻止明家的覆灭 只是范贤有些困惑 如今他们还没有跳墙 陈平平为何把秦家推向了长公主一方 还是陈平平对陛下信心太足 陈平平微笑着回答 他从未把李云锐那疯压头当作对手 而对陛下的信心正如对你一样 从未动摇过 陈平平疑惑的是 范贤为什么不好奇 自己把秦家拖入局中 哪怕自己对于陛下信心十足 但是跳墙的人少一个 忠实对于事态的发展总会好一些 范贤直接说道 想来是院长想借此机会 将我未来的所有敌人摆上台面 也想借此机会铲除他们 为我扫出前路的障碍 至于老秦家向来和我关系不错 也没有参合皇位的争夺中 想来是秦家和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吧 此话一出 两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都陷入了沉思 一老一少都是极其聪明之人 很多事情不需要说的太过直白 彼此间的谦一默化 才是他们决策千里之外的心灵感应 其实范贤还有一个猜测没有说出 那就是眼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真的已经没有两年可活 范贤也知道 这位老人想在死亡之前 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为他亦或者为他 所以来此之前的怨气消减了许多 但他还是问出了 如果我在山谷里 没能在漫天剑雨下活下来怎么办 陈平平异常肯定地回答 你怎么会死又怎么能死 对于秦家的伏击 陈平平本是十全在握 但是这次太过凶险 是因为陈平平没有算到三件事情 第一是没有想到的是 老五的伤势竟然还没有恢复 如果老五这个杀神在你身边 这个天下谁能伤得了你 第二件事在你面对真正的死亡之时 你竟然可以忍住 没有把那个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范贤假装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说的箱子是什么 心里却在想 那是自己用来对付大宗师的杀手锏 目前只有三发子弹 哪怕在郊州水师里 多年前老娘留下的案子手里 有一枚信物 加起来也不过四枚 怎么舍得用在这些卡拉米身上 陈平平自然是知道 范贤背着箱子乘着小火车进入柄房的 但是确实不知箱子里是什么 但是无所谓也懒得追问 他了解范贤总会留些杀手锏 作为护身法宝 就像自己不是也有个无人知晓的绝世神兵 陈平平没有算到的第三件事 莫名地让这位老人极其愤怒 他坚信 检察院改造过的马车 可以挡住第一波攻击 可以为范贤争取那一线时间 以范贤和影子的身手 这一线的时间 足以让他们逃出升天 就算会受一点伤 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般境地 这天下顶级高手很多 顶级刺客却罕有 想击杀一名高手很简单 想击杀一名 有意逃离的刺客很难 想要击杀逃入密林中的你们 更是难如登天 而这天下之道 你已经是九品巅峰实力的 除了我没人知道 说到这里 陈平平今天难得的愤怒 我没有想到的是 你竟然愚蠢到杀回来 范贤冷笑说道 这是愚蠢吗 那些可是我的手下 哪怕是这样 这次山谷刺杀 也让我损失了二十多名得利手下 我没有骂你冷血 你却骂我愚蠢 陈平平似笑非笑地看着范贤 如果这点属下 你都舍不得牺牲 那将来 你这次愚蠢的行为 彻底地暴露了 你冷血的外表下的懦弱 作为强者不止身强 心智更要坚定 懦弱这种情绪 只会成为你的羁绊 成为你的软肋 只会让你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有时候在大局面前 必须要有所牺牲 死亦人和死万人 总得有舍有得 这次事件 李云锐那个疯丫头 想必很开心 终于知道你的命门所在 范贤毫不犹豫地反驳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 其余死多少人我不在乎 陈萍萍说道 你母亲在乎天下所有的人 所以哪怕是她 最后也走了 你比她好点 最多比她多活几天罢了 范贤不想在这话题上继续纠缠 问出秦家的后续怎么办 陈萍萍说道 京都所有人都想要你死 秦家也不例外 但是你现在动了 会坏了我的大局 暂时先隐忍下 想必看着庞大的秦家土崩瓦解 何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范贤郁闷地说道 又要忍着 陈萍萍却微笑着回答 这一点你要向你父亲学习 虽然我很多地方看不惯她 但是有一点 哪怕天下所有人都死光了 你父亲依然能活得好好的 就如整个天下 谁敢指着鼻子骂陛下 反正我陈萍萍做不到 唯有你父亲敢三番五次顶撞陛下 还能全身而退 别说这不是本事 能活下来 本身就是天大的本事 范贤还还道 我毕竟是年轻气盛 这件事我必须找回场子 不然随便阿猫阿狗都来咬伤一口 我不得烦死 秦家的是我听你的战士不会动 我等着你说的那一天的到来 但其余的人 我总得找出几个为我的手下陪葬 例如那个小剑兄 半年前你告诉我 燕小姨有个很厉害的儿子 在庆庙二祭司三十大师 上京屠龙时被射杀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小剑兄 竟然在京都守备任职 而京都守备是老秦家管辖范围 你把秦老爷子 推给李云瑞那疯婆子一方 我杀小剑兄 等于得罪我丈母娘 让老秦家来背锅 有什么问题 陈平平说问题倒是没有 只是你这种做法 有些不讲道理 范贤难得在这个老人面前 占了些许上风 论世间不讲道理 舍你其谁 再说咱还年轻 总要习惯瞒不讲理不是吗